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風向逐漸的轉為一個偏南風 各地的溫度形態來說 也都偏高了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三個之最 第一之最最熱的地方 在今天南台灣的恆春中午的溫度 到了33.4度 是全台灣最熱的地方 但是在今天 整個中南部地區陽光露臉 紫外線最強的地方 可就在玉山的山腰 塔塔加安部了 這個地方的紫外線可是達到了危險級 而且紫外線的指數可是達到了21 可全台灣紫外線最強的地方 但第三個 雨量最多的地方在花蓮的灼溪 這個降雨狀況 並不是在中午以後的塞巴侯 而是在今天的清晨的時候 地形的雲層所造成的降雨 只有25毫米 明天天氣晴朗又炎熱 防曬工作不能少 但是到了禮拜六開始 塞巴侯將要逐漸的再增多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空天氣晴朗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說 附近環境場的水氣量減少了 北部地區雖然有一些高空的雲層通過 但是都沒有造成降雨的狀況 另外整個天氣形態來說 在中南部的山區今天的 午後震雨也沒有發展起來 明天隨著整個太平洋高壓的南風上來 溫度形態來說會變得更高 持續的高溫會到週休假期 要提醒您戶外活動多補充水分了 但是滯留封面停留在大陸的江南地區 到華中地區 未來這道封面要到下週一的晚上 才會逐漸的接近台灣 小滴您提醒你兩件事情 一個白天外出要防曬 山區有塞巴侯 下午山區活動要注意